開車蹦蹦忙 大家好我是Andy老爹 我們今天要來再講一下 這個之前我們講過這個所謂下坡呢 不要只踩煞車要善用擋煞 但是呢就有很多人來留言說 老爹那我的車沒有這個 我的排檔是怎麼樣 只有DS只有D321還有一個M 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使用擋煞呢 所以每個人對這個 他自己的排檔的方式呢 都會稍微有點不太了解 那其實最主要一點就是說 你要透過低速的檔位 因為我們一般下坡呢 時速也是約莫限速在50公里 所以假設以這樣的時速來看呢 我們就要把透過低速的檔位 那約莫差不多是在2檔 然後將引擎的轉速拉高 比如說拉到了差不多3000多到4000多 然後透過引擎摩擦的這個阻力呢 來造成煞車的一個效果 就是我們講的引擎煞車 那我來示範一下 比如說像我的車 我的車的排檔就是 D跟S 那我的S呢就是所謂類似像這種 手自排的一個模式 那我調到S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檔位透過這個 這個換檔的這個功能 把你看前方的儀表板 我把它調整到 比如說我現在時速是50 我現在開到50 50以後呢 基本上它車子因為下坡 它車子就一直往下滑 然後呢速度就越來越快 那為了降低煞車的負擔 不要一直踩煞車 因為踩久了會過熱 所以我們要把現在把檔位 調整到2檔 我現在用2檔 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踩煞車喔 但是你看它的轉速 它會維持在4000轉 然後檔位在2檔有沒有 但是它車子並沒有變快 你看時速維持在50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你就不會造成 你腳踩煞車的一個負擔 透過引擎的這個阻力 摩擦力 來維持你的一個車速 不要越來越快 那當然如果說你覺得 下坡越來越陡 它速度稍微變快 你可以帶一點煞車 這樣沒有關係 但重點是呢 就是說透過低速的檔位 來造成你的這個引擎煞車 來降低你的車速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的 這個你是D跟M 現在很多車是M M的話就是手排模式 那你透過播到M的時候呢 然後再調到- 它不是一個加一個- 那個-的符號呢 就是讓你控制檔位 我可以控制在一樣是2檔 那你如果覺得引擎轉速太高 牽引力太大 你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調到3檔 所以就是2跟3你自己選擇 那你覺得把轉速控制在3-4千轉 然後呢你覺得速度可以維持 這樣的情況下就可以了 這個是用我的車來做示範 等一下我們用另外一部車 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用別台車來試一下 這個是Outlander 你看它的排檔就是D檔 就是前進檔嘛 D之後呢只有DS跟L 那在以降的方式呢 就是其實一樣 DS也是它的轉速會稍微拉高 那你下坡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覺得不夠用 怎麼車子的速度還是繼續往下的話呢 你就可以調到L L的話呢 差不多就是接近2檔 或者是1檔 因為它是CVT啦 所以就是說它會用一個 比較高的一個持筆來降低 來提升你的轉速 降低你的速度 我們現在來稍微示範一下 比如說你看 我現在就是在那個 陽明山的某一段的下坡 那我用一般的D檔 就前進檔 你看我沒有踩煞車 它車子速度是一直在變快的 你看喔 50 52 54 56 它是一直在加快的 那這時候呢 我要一直用擋煞 我就是把它先撥到DS 有沒有聽到 引擎轉速稍微變高 但是你看喔 因為它下坡的速度比較陡 所以呢 它並沒有太明顯的降速 它有一點點稍微緩和加速 但是呢 你如果覺得還不夠的話 沒關係 再撥到L 注意聽喔 有沒有聽到 它的轉速會拉高 那就是你看 我下坡喔 但是我沒有踩煞煞車 但速度是降慢的 速度是變低的 降低的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引擎煞車 那如果說 你覺得這個速度 還可以再快的話呢 你就把它調回到 就是在上一個檔位 比如說就再調回到DS 那如果說你今天的檔位 比如說排檔是 D 3 2 1 也可以就差不多維持在2跟3 中間去做選擇 做調整 這就是我們講的檔煞 要善用 引擎轉速拉高 對引擎是 其實是不會有傷害的 只要你的水溫 可以控制在 這個它設定的溫度 所以記得 下次在連續下坡的時候 要記得善用擋煞 將你的轉速維持在3、4千 甚至高一點點 4千多都沒有關係 用這樣的擋煞 來降低你的車速 減少用腳踩煞車的頻率 會讓你的安全性會提升 我是Andy老弟 開車幫幫忙 我們下次見 拜拜